其實就是我們要的資料的開頭 所以有一個方法 我們可以用什麼 用MID的函數 你MID的函數怎麼做呢 先把這個公式先剪下來 不包含等號 二的話呢你可以插入函數 再利用什麼用那個文字裡面的MID 或者你直接找那個MID OK 那你想說MID怎麼做 跟各位講一下 一你把那個TES 就是把剛剛的公式貼到哪裡 貼到TES上面 就是這些字 OK 那從哪一個字開始呢 從他這個的長度 所以 STAR NUMBER 這個用什麼LEN 這個前面我們講過了 瓜弧 哪一個 就是D1的這個儲存格 算出來是4 但是我要從第幾個呢 其實應該是1234 冒號5 第六個所以應該加多少呢 加2 OK 從他的什麼呢 從第四個字 第五個字 從第六個字開始 好 那我要幾個字 最後一個問題說 那請問一下你要幾個字啊 那我可能要算1234有沒有 然後呢 8個再加10個字 可是問題呢 其實如果等下你輸入10 你是用眼睛看的不對 因為後面呢 其實還有不一樣的場 那怎麼辦 請教科一個方法 直接輸入99就可以了 為什麼直接輸入99 道理 其實主要是因為 因為呢 剛好他要的資料剛好是在 後面 不是在中間喔 因為 後面的資料是我全部都要的 所以全部都要 那我乾脆輸入一個 大於 那個長度的一個數字 那只要大於他 他就自動把後面全部都抓 如果不足他就 就是等於到那個為止就對了 OK 就好像你去吃吃飯一樣 比如說 吃完飯100塊 那你直接放1000塊 人可以走了 為什麼 老闆應該也不會 把你再找回來 因為 不用找了對不對 OK 意思是這樣 當然你不能給他10塊錢 你就走了 他一定會把你追回來 說先生你少給我了 對喔 一道也是一樣的道理 所以這個 這個也是我突然想出來 我臨機一通 對 因為我本來一直想說到底要幾個字 後來發現喔 不用直接給個最大就好了 還發現 這樣子反而更簡單 好 有時候當然一個公式喔 我發現有些人就很容易鑽牛角尖 其實有的時候不一定要鑽 就是有些東西你不用去想 反正用一個大於他的就OK了 當然喔 有的時候公式每個人想到的都不一樣 像這一題喔 你們也可以去參考 我們那個參考書啊 你們有發那本 這個326就326 那本書就326 那你可以去看一下 他的解答跟我不一樣 為什麼 因為我用我自己的方法 我覺得他寫得太囉嗦了 我不太喜歡他那種解法 哇 雖然寫得 是很面面俱到 可是他用的函數 我覺得太複雜了 OK 所以我用這個方法 應該是最簡單的 當然 你們可以去想想看有沒有更簡單的 那本來函數就不是要讓你越用越複雜 而是越把問題越簡單化 當然你解決的話 當然自己解也比較 清爽OK 按確定之後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 理論上應該就OK了 但問題喔 向右填滿的話 他應該是OK 可是向下填滿了 他應該就會不OK 為什麼呢 關鍵的地方在哪裡 D1 D1對不對 OK 那個D1呢 為什麼不OK 你會發現 向右拉的時候 D1 變E1 OK F1 OK G1 OK 可是我向下拉的時候怎麼樣 然後他E就變2 不對啊 應該D1 E永遠是要E 因為我的那個藍位名稱一定要維持在D1列 所以特別注意喔 D1的話 一定要鎖一個地方 鎖哪裡呢 不要讓他動的地方 列嘛 對不對 藍的能不能鎖嗎 藍不能鎖 因為藍如果你鎖的話 你向右拉 他就還是D的話 那變成四個字 有沒有 就不對了 這個兩個字 兩個字 OK 所以特別注意喔 最後記得 D1的這個 前面 記得把它鎖一個前的符號 好 這樣的話 理論上應該就大功告成了 按確定 向右拉 再向下拉 OK 再把它 四個欄位選起來 快點兩下 OK 這樣的話呢